針對第四題來看一下 這個是PSD02-JPG 它要放過來,然後做動態效果 其實這個是什麼東西?我們看一下 JPG嘛,PSD02 應該是這一張 那看得出來應該就是一台復古車 那這個復古車,古董車,把它放到哪裡?有點像完成檔放在這邊 那它有幾個特徵,第一個一定要去背 可是去完背之後,你會發現那個復古車的背後 它有一個動態的白色陰影 特別注意喔,是一個動態的白色陰影 題目裡面有講到 第一個的話,我看一下題目裡面怎麼敘述 它說要把它放過去 然後背後做出動態模糊的濾鏡 的光束效果,微調如差 所以其實它也沒講很清楚 所以我覺得這一題最麻煩就是很多地方的數據 都沒有很精確 變成說你要自己去try OK,那我大概試過的結果 大概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先把那個復古車這一張 這張先關掉 復古車這一張怎麼選比較快 很簡單嘛,背後都是綠色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可以用什麼 可以用那個魔術棒工具有沒有 把它點一下 或者快速選取應該這樣 其實都可以啦 快速選取好了 點一下 快速選取好像沒有比較快 那邊要多點幾下 那我試試看喔 把它取消一下 取消選取 我試試看用那個魔術棒會比較快 魔術棒應該一次就全 魔術棒會比較快 OK 所以你這邊來看 這個地方應該是魔術棒工具 比較合適 然後選取的話呢 記得把它反轉一下 反轉 因為我剛剛選的是背景 所以 現在的話把它選擇古董車 接下來的話怎麼放過去最快 Ctrl C 有沒有 然後把它什麼 Ctrl V貼上 貼到這邊來 貼上 Ctrl V 好,車子就過來 再利用移動工具 把它移動到適當的位置 看一下位置 好像還是 太過去了一點點 有沒有 再讓它過來一點點 反正這個微調 我自己再調一下 我大概 第一個完成 好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背後的那個光影 這個最難的是這個 那這個光影要怎麼做 其實這個光影 意思就是說 那個圖層叫車 把它 假設 給它一個名稱 這樣比較好辨識 不然每個都要圖層123 然後圖層的話呢 按右鍵 把車子的這個圖層 複製一個 叫做車子的背景 比如說背景 背景的話一定是白色 所以 第一件事的話 就是背景的部分 不能在上面 在下面 因為它背後 所以它在它的下面 然後背景這一張的話呢 我們要把它怎麼樣 變成白色 目前是有顏色的 所以我要把它變背景 背景的部分呢 怎麼選比較快 直接在這個小說圖上按右鍵 選取像素就可以了 選取像素的意思 就是把 有沒有 它如果這個背後的透明的 一點一點 這個是透明的 然後按右鍵可以把它選取像素 整個就選到 選完之後的話呢 把它變白的 怎麼變白 編輯填滿 填成白色比較好 那你說老師車子還在 你把眼睛閉起來 就白了 OK 好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已經把它變白的 但是問題 它還沒有變成像這樣的一個形狀 有點像動態 而且這個角度的話 基本上大概這個角度大概差不多 30度 可是你會發現30度的話 這個是0度 那理論上角度是逆時針是正的 順時針是負的 所以這邊應該是負30度 才對 有沒有 所以如果假設 你要有這樣的一個角度的話 那你要記得一個數據 就是一個負30度的一個斜角 那怎麼做 接下來比較難一點 首先的話呢 請你先把 選取 選取狀態取消 取消 選取 因為如果你沒有取消選取的話 它做出來的沒有光影效果 被框在這個框框裡面 所以記得取消 取消完之後的話呢 再來的話就是用濾鏡 那濾鏡裡面有一個模糊 各位之前我們用過高濕模糊 還記得這個嗎 好像在106人一體吧 高濕模糊 那這一體因為呢 它要的是動態模糊 所以動態模糊在這裡 所以也就是這個濾鏡的部分 請你找到模糊裡面的動態模糊 好 那模糊的部分的話呢 為什麼要特別 講到 角度 因為如果你假設0度的話 做出來的效果是大概就這樣 有沒有發現 這個是0度 它是左右 這不對喔 是不是左右啊 我要的是 負30度 所以很簡單 把這個角度怎麼樣 要不就是你按這邊 這樣一個角度 按住不要放 它這邊可以調 要不你直接怎樣 調成 負30就可以了 那至於呢 它的那個 大概多少 其實就是 透過間距來調 間距的話 我試過啦 你們大概差不多400左右吧 400就大概這樣 那你們可以來比較一下 多的話 把間距縮小 然後呢 如果少的話呢 那你就是自己再去調整 我用大概400看看確定 看一下 差不多 差不多 好像太多了一點點 有沒有 看一下 這邊好像多了一點點 如果太多的話 那一樣呢 我們就是怎麼樣 再把那個 Ctrl Z 或者Ctrl L T加D 複原一下 然後再重做一下 濾性 然後記得 模糊裡面的 動態模糊 這邊是 負30 如果太多的話呢 改成300看看 300好像也就差不多了 看看確定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 數字 然後最後的話 把 車子的眼睛 把它打開 看一下 有了 有沒有 那就有個車子的光影出現了 感覺蠻豪華的 如果沒有這個光影 有沒有 跟有光影 感覺好像就是不一樣 有沒有 所以 你們在做 起目報告的時候 這個也是一個 可以用到的效果 OK 所以 這個地方請各位試試看 我剛剛第一個 就是先把這個車子 用魔術棒工具先選起來 當然你可以用快速選擇 可是快速選擇好像沒有比較快 魔術棒比較快 選完之後記得把它反轉 反轉之後 Ctrl C Ctrl V貼過來 再把這個圖層 複製一個之後 記得喔 做那個動態之前 請你記得要把那個選取區 要把它取消掉 如果沒取消 它就變成只有在框框裡面而已 OK 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在旁邊 其實這些 我是覺得如果會的話 這不算太難 但是不會的話 所以你完全沒學過Photoshop 叫你要把這個效果做出來 真的是還蠻難的一件事 所以其實你說Photoshop 算不算一個專業能力 我是覺得 真的還是要透過學習 不然一般人哪可以 而且現在AI真的可以幫上忙 我覺得好像 可以幫別的還可以 但是好像 在影像處理這一塊 似乎 還沒有辦法 那麼快就被AI取代 尤其設計類的工作 但是它可以 幫忙做一點事 哪些事 但是我想你們可以 看到 Adobe Firefly上面 其實它是可以幫你深層一些圖 這個是OK的 可是感覺好像深層的圖 有的時候 也 不完全符合我們的要求 所以這個部分 就是 人 可以 可以彌補的地方 那將來當然工作上 當然也就很缺 你又懂AI 然後你又懂設計 當然是最好的 兩邊你也知道說怎麼樣透過AI輔助 所以 這個的話算是 很需要了解的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對AI完全不了解的人 其實也會有一個 莫名的沒有安全感 所以建議啦 你至少會用AI 但是你又至少會用 這個Photoshop 那當然是 有加分效果 OK 那這個做完之後 後面還有兩題 請各位試試看